Sackboy A Big Adventure是广为人知的小小大星球系列最新作 这个系列以可爱的针织布娃娃为主角 属于平台动作游戏 在PS5上将首度以3D呈现 借由PS5强大的运算能力 带来更多样的玩法 更细腻写实的游戏世界 小小大星球系列以往为2.5D的游戏 变成3D之后 整个场景更有气氛 移动更为自由 操作方式很简单 按方块键的挥拳攻击 圈圈往前滚动 游戏过程中要不断搜集道具 利用场景中的机关移动 像是跳不上去的高度 就要设法利用弹跳机关 途中也会有敌人来攻击 就在和敌人的攻防中移动 搜集道具往前进行 PS5的DualSense控制器 具有自适应板机 按下去有两段 会依据游戏情况感觉到不同的动态阻力 这款游戏中 按下R2扳机可以让布娃娃拿起道具 放开后扔向敌人攻击 控制器中的触觉回馈振动 有很多种阵法 走在不同地面材质上 会感受到不同的振动 这款游戏支援线上多人连线游玩 但是要订阅PlayStation Plus 会员服务 才能网络连线 和好朋友一起冒险 感觉更热闹 也能欣赏彼此的服装造型 PS5不仅支援4K解析度 有更细腻的画质 还支援光线追踪运算 可模拟每道光线的路径 更真实地呈现光影效果 这款游戏有支援光线追踪 像这边可以看到 关卡地面反射出来的影像 是会随着布娃娃移动改变的 不同材质表面反射的光线也不同 宝珠表面也会反射出影像 场景相当有真实感 按住R2的动作不仅可以拿起道具 也可以让布娃娃攀附在墙上 像这关黄色的旋转海绵上有很多宝珠 可以跳起来抓住海绵 海绵转一圈就全吃到了 像这个滚轮海绵也是利用一样的玩法 新的PS5 DualSense控制器还有其他功能 例如动作侦测 这款游戏中也有不少关卡 需要利用倾斜控制器来操作 无论是动作变化性 视觉设计上都蛮有看头 不管是不是小小大星球粉丝 都蛮建议玩玩看 享受一下新世代主机的心理效果